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是 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蝴蝶兰 因为它开的话实在是太漂亮了 但是它也比较的难养 主要是因为它比较的怕冷 冬天的话 一定要把它放到暖和的地方去 而且要少浇水 去年冬天我就冻死了两颗 伤心死我了 另外它对戒指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不要用这种随随便便的土来种 否则它是非常容易烂根的 我买的这个苗它是带花的 因为现在是它的花期 在这个时候买花有一个好处 就可以直接看得到它对不对吧 但是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这个时候不适合给它换盆 因为大部分的花在花期 都是不适合换盆的 因为换盆或多或少都会伤到它的根 就容易导致它掉花掉垒 那如果你嫌这个自带的盆比较丑 怎么办呢 像我的这种 它是这种透明的简易盆 而且放都可能放不稳 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给它套一个盆 接下来我就来操作一下怎么套盆 先把这个蝴蝶兰取出来 然后是套在这一个紫砂盆里面 因为它的这个株形比较高 放在这个盆里面应该比较漂亮 我先在这个盆里面加一些陶粒 我先在这个盆里加一些陶粒 这样就套好盆了 是不是好看多了 而且这样摆放的话比较的稳 现在就把它搬去换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个两三天左右就可以 你是不是很疑惑 这个没换盆为什么也要缓呢 因为这个花到一个新环境 一定要让它适应几天再正常养护 我突然发现这一颗绣球 这个静的话好像都干枯黑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和前几天的这个温度反常有关系 前几天的高温都是32摄氏度 然后那个烈日暴晒下 它可能就这样垂了头 然后这个地方就晒干了 现在只能把它给剪掉了 所以这个夏天一定是要给这个绣球遮阴的 尤其像这种绣球小苗